2024年9月6日上午11点 参加北欧六国14日游的 队友们齐聚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 准备出发 领队远海洋就这次旅游行程的具体事项 和大家进行沟通 都是要飞什么样 德国的汉沙航空公司 或者说阿联酋航空公司 此次旅行团共有26人参加 另加领队共27人 将近20个小时才能进欧洲 为什么欧洲变得如此之远 就是因为在打仗 俄乌战争 所有的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都不能飞俄罗斯上海 中国和俄罗斯友好 所以中国呢 能飞俄罗斯的上海 很多朋友说我看我坐在后 最后反正我下飞机了以后 我举完导游骑 大家互相也都认 我好认为是不是 反正我下了飞机以后 我把大家认为我们骑了以后 我们一起做改造 好不好 那个护照要消 今天有四个章给 其中两个章是在欧洲盖 两个章在中国盖 就是盖的那个出入境的这个章 一个章在哪 大家待会办完直击以后 就不要等我了 自己去登机口 几点的飞机啊 两点 两点那个飞机已经起飞了 你为何不能两点到登机口 那个到免税店要逛的话 也是要看着点时间 一点二十左右啊 或者一点十五左右 咱们那个登机盘上 有登机时间要看 两点钟就起飞了 一点十五左右 一点二十就要登机了 我待会带大家呀 办理完直击手续以后啊 大家看到 就是那个牌子 一直往后走 有一个大圆球啊 那个大圆球上写的那个 安检后 我们乘坐机场 通行轨道交通 前往后机楼 中午一点二十分 开始登机 我们将乘坐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飞机前往首站目的地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北京飞斯德哥尔摩航线 距离六千七百二十二公里 大约飞行八小时三十分 这算是午餐吧 挺好的 略典当地时间四点五十六分 飞机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 在这儿一样 照咱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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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的飞机架头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分一个家庭 这样以后我点家庭 大家就会关门 好不好 您是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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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红单退出 沈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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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加肩 记住几号加肩 7号加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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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加肩 8号加肩 8号加肩 1号加肩 在斯德哥尔摩基场过海关时 花费了一个半小时 五号六号 七号八号 到九号都看到了 我骑没骑 看看箱子有没有坏 没有 装一点没有关系 有没有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出了那个绿门 大家看到 到了九战 冤枉了 你先树了 好 去elect磯 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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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晚七点到达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